甚麼 寶馬是甚麼 就好像明天的社團 別說那麼多 便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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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馬 我想起連綿不絕的山路 對我來說 駕駛那麼強 好玩 女士駕寶馬 帥氣 沒錯 寶馬對於不同人來說 都有不同意義 所以我們今天找了四人兩部車 分別是128Ti和218 Active Tour 話說回來 我也不太明白為甚麼要找兩部車 因為三個號碼一樣 前後調轉了少許而已 128、218嘛 今天說笑而已 主要原因是兩部車價都相近 即是以我們二系Active Tour為例 入門版是36萬多起 試駕車連合選擇 40萬多一點 多一點 你那部是多少錢 我不知 我只是懂得砍 當年是多少錢 419,000 正 是嗎 兩部車的車價差不多 不過性取向很不一樣 嘩 等等 很有興趣聽 這一部是操控型的 而這一部是家庭取向的 40萬預算 這麼不同的取向 你會選哪部 嘩 我呀 這部2公升直四Turbo 頭輪H 我明明是這邊的了 你已經站在這邊了 對 不用多說了 這兩人當然是家庭車的 又要購物又要購物 適合你的主婦吧 甚麼主婦呀 美太太呀 當然是先購物吧 實用很重要的 要照顧家庭的嘛 不用怕 我也支持你 定點來吧 是靚太太 靚太太你先購物吧 我先試車吧 這部是新的 靚太太 是新的 靚太太 新的 Cione 等等的東西 其實定位是甚麼呢 Toni 這是運動型的版本 但比M車是低一級的 但也是有性能 對 最重要是價錢便宜一大部分 二入口很多 便宜一點 速度不是重點 最重要是好玩 又玩 首先交代一下外型 其實這部128Ti的外型跟M135i差不多 即是當了M Package 沒錯 只是這些位置用了紅色的組件 有少少不同 車側又有加裝紅色的點綴 其實黑色的地方也有 今天黑色車不到角色 白色車會搭配一點 不過我覺得搭配黑色車比白色車漂亮 白色車的感覺搭配上去 應該很早晨 大家應該明白我說甚麼 是挺漂亮的 旁邊也有Ti字樣 這些紅色的點綴有沒有實際作用呢 車頭這個我研究過了 是通通的 即是可以幫忙冷卻到brake disc 後面一個密封的 純粹是感覺良好 個人覺得尾翼可以大一點 不過機械部份便充滿誠意 先過引擎 都是用M135i那副B48引擎 2公升Turbo 265匹 400Lm 比M135i少了一點而已 亦是用8速Steptronic波箱 下盆功夫反而做多了很多東西 杯士 黑鬚 避震筒 彈弓 全部都是加硬和強化 而且離地距亦低了10mm 前軸亦配有Torsen LSD 而最重要是相比起M135i 車重輕了80公斤 放在頭輪上可能挺好玩的 應該會更好一點 少一個四驅可能沒那麼矮 可能會更精靈一點 好 由我們介紹這部全新第二代的 二系Active Tour 2014年已出現第一代 攻打家庭車取向的車主 不是 最主要攻打是B-Cast 搶B-Cast的客戶 說笑而已 其實這部車經過Faceslip後 八年後來到第二代 第二代有甚麼不同了呢 Samantha 最明顯是這個鬼面罩放大了 有些人覺得它像兔子牙 另外它也配備了智慧型開合 因應著不同的情況 氣流和散熱都更加好 沒錯 這個避孔也有很多爭議 有些人不太喜歡放大到這樣 但有些人又說 看看 現在順眼了 其實它除了外表之外 也有它的功能性 正如你剛才說的功能之外 中間你見它連接了 其實隱藏了很多感應器 對應這個安全系統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不同 有 車的尺寸也大了少少的 長闊高度 但我最關心的是前後輪跨距 前後輪跨距就闊了25mm和26mm 絕對影響過操控感 待會試了就知道是否有影響 另外還有甚麼不同呢 是 這個就轉了LED燈 以及頭順那裏也加了一些銀色Trim 沒錯 這個LED燈也原裝 已經標準了Adaptive LED的功能 可以自動轉向 說到頭順這個銀色Trim 沒錯 這個頭順也有名堂 寶馬來說叫Air Curtain 絕對令氣流更加好 廠亦強調了今代二系AT 都很重點改善氣流和音噪隔音 車底有密封式 還有最重要是車門是隱藏式手把 減低了氣流 除此之外還有尾翼 加上車架的物料 用了很多鋁合金 膠邊也優化了 令到新的2AT的正音效果 比上一代更強 待會再試試是否真的 這代的樣子真的超級滑 加上M包圍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真的超級滑 你呢 怎樣看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的外型 其實真的比較帥 別讓它們經常說我們是私禮 沒錯 買菜也要帥 外觀其實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香港只不過只有一個版本 暫時只有入門版218i 36萬多起 但加了一些選擇 加了甚麼選擇呢 在外觀方面 對 加了Sky Package 還有天窗 還有行李架的 15000元 我們去車尾看看 好 至於尾箱 究竟好不好用 我們讓大家看看 Samantha 好 它也有電尾門 是 沒有腳踢的 不過有腳踢也未必有 我想很多訂了保馬車主的車就知道 它的空間這樣看下去 也非常大 還有 它下面也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放東西 肉眼看下去 我想應該放到兩個大行李架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下面也有這麼大的空間 對 而它的摺椅也可以 40-20mm 40mm 它先反給大家看 不過是要前面的 加個按鈕有多難 你看我們剛才有多厲害 有多大呢 是 它有1455L這麼大 沒錯 也挺大 小型傢俬也應該放得下 不如我們上後座給大家看看 究竟乘坐空間有沒有大到 好 上車 好 進到車廂了 第一個坐上來的感覺 空間感當然好 你看腳位頭位 按床7呎都不是問題 這也是一路而是AT的特色 一貫保留 設計上有甚麼不同呢 小小的門柄 設計也挺漂亮的 還有氣氛燈 咦 有Harmacarton音響 但是是選擇來的 要價錢的 那先說不用錢 原裝送給你的東西吧 有封口的 有Type-C頭 而且這個設計不錯 中間有一個小盤 放一些細小件的雜物都不錯 一樣有瘦枕 有杯架 對 我自己覺得這張椅子的承托力 比較硬 對 偏硬 不知道可能是否給你砍 所以要頂固一點 它不是梳化型的軟軟軟的感覺 而且椅背也可以調校 椅背有幾個角度調校 睡到最低是這樣的 好過沒有 加上天幕頂的太天窗 開揚感和舒適感我相信都不錯 不過 夏天就不要開了 我們死都不會開了 我告訴你 外面曬得不得了 我不會開的 我們上前座 來到前排 嘩 挺大的驚喜 挺漂亮的 最搶眼當然是前面這個 弧形的雙屏幕 一塊面板 當然是中間有兩個螢幕 一個前面是10.25吋的標板 Digital 側面中控是10.7吋的多功能屏幕 已經對應iDrive 8的多媒體系統 還有很多APP 你看看 好誇張喔 APP的畫面 多過電話的APP 對 很多人害怕 你看一按選單 很多APP在裡面 有甚麼功能呢 它有車主手拆 導航 然後座位舒適度都可以調教 它還可以把它搬上去 讓你常用的就搬上去 好像智能電話一樣 你看到座椅舒適度 剛才你說有按摩的 試試看 試試看 試看可以嗎 好 按摩 嘩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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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原來是為駕駛員 即是駕駛員座位 其次之外 有後拍鏡 娛樂系統 抱歉 全香港車主都知道 寶馬是沒有Apple CarPlay 但一樣可以對應藍牙聽歌 一樣有原廠導航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部份 我最喜歡車的上半部份 因為它加了一些木的設計 還有這些綁皮的感覺 也豪華很多 對 也挺豪華 而且風口很長很大 超大 所以這裡很涼 冷氣很夠 你最喜歡這裡 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中間中控的東西 這個圓浮式手枕設計 除了漂亮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放手袋仔 這裡擺放很多雜物 你知道我們裡有很多錢包 很多電話 很多手袋仔 這裏很好放 其次另一個細心位要讚的 就是它的無線電話充電架設計 很闊很大 而且它有一個夾子 你放了電話進去 你夾緊這部電話 電話便不會到處裏 挺好 但原來它是自私充電 它只能充電到一部電話 剛才我塞進去 是不能充電的 對 它經常在這裡塞進去 兩部可以 兩部可以 因為它很夠闊 令人誤會 會否可以兩部電話一起充電 答案是不可以的 一部電話充電 自己挺喜歡和挺欣賞 就是所有按鈕都集中在手枕前方 連波棍都沒有了 就靠一塊撥片仔進入前後波 剛才Lawrence不斷說 P按鈕在哪裏 原來電子煞車已經代表P波 你按P 電子煞車已經進入P波 我很喜歡它的死火燈 三個人的警示燈 搬在手枕的右上角 可以很快 很快就司機的反應 一有事馬上按鈕 這個位置很好 通常很多人都會遇到 突然忘記三角燈在哪裏 在這裡 這個位置很就受 值得讚 各方面整體感覺都相當良好 它的調整都不錯 你呢 你覺得呢 我自己也是 我挺喜歡 就算坐乘客位自己 也覺得和前座包少少 她說是家庭車 但她也有少許劈 坐在椅子上便是你了 經常都會引起你駕快點 不如我們駕開吧 試車前也要說少許內隆 不過其實沒有甚麼要說 因為內隆和所有一系基本上沒有大分別 由於這輛是性能型車 也有些不同 在座椅上多了很多紅色瘦線 門檻有M的元素 安全帶有M的元素 軚盤有M的元素 最重要的是手枕維持 有Ti的手章比較便宜 我覺得太刻意了 有點超過了 好 害怕你不知道是甚麼 我覺得放在中控台旁邊 細小的字寫著Ti 好像比較合理 但不要緊 還有M軚盤 駕手比較粗 我們這麼大隻手 駕駛也有點擔心 真的很粗 我的手夠大都還可以 手勢的人坦白說未必對 剛才Donny都駕駛了 現在到我駕駛了 剛才我都說過 這套機械駕駕駛 我很喜歡的 Hot Hatch 要麼我本身也駕駛過很多次了 這副引擎的Tooning 是未駕駛過的 第一個感覺 這條避震 遠比我想像中 這條駕駛過很多次了 我覺得有一點偏硬 日常駕駛就要吃飽了 不要吃飽了 可能我的腸胃好 我又不真的覺得很好跳 可能我承受能力 這條駕駛過你 我反而覺得 如果能駕駛幾個彎的感覺 可以再硬一點 我會更開心 我喜歡它的Anti-Robot 它駕駛過多了 它會令身體軟增加很多 令車浮復很多 彎裏面的位置轉彎 一轉彎一壓下去 馬上投射指引 128Ti 據廠方說 它的轉向也有調校過 你覺得嗎 我又不是真的覺得很大分別 做了些甚麼呢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是在過去轉向有甚麼調校過 也不是特別快的Ratio 也不是特別準 以前輪車來說 是收貨的東西 剛才說完整體 整體上我給它又不是滿分 都是80分左右 我覺得這套輪胎 真的不是很好的 它是配了Britestone的Turenza T-005 這個規格來說 我覺得低於C 起碼要Potensa 甚至乎你提及過 歐洲方便是偏佩的 PS4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是否非常瘋狂的頭輪車 它不是的 它轉彎時 如果是很重油的 一樣有Torque Steer 但它的LSD很快出售 它依然會響輪胎 但卻能幫助你的車 轉彎效率快一點 我覺得它有少少脾氣 我接受的 好玩的 太容易駕駛的頭輪車 又不過癮的 LSD出售這麼多 其實都說多或少 因為是套輪胎 它的套輪胎不足夠 所以若果一進入 做LSD便要做事 是否一個不好的混合 又未必可能是 因為可能 對 我反而喜歡 對 可能Grip胎會變得很呆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套輪胎暫時不用換 駕駛它才算 對 原裝胎無奈又回來後 對 而且我挺喜歡這輪車 就是頭輪得快 尾巴又叫做跟得到 而且駕駛得出輕型感 比起M135i 你問我要四驅還是要頭輪 坦白說 我要頭輪 有點脾氣 四驅你今晚推進去 是否也能進入 力量方面 剛才我看到的規格 265p 400Nm 也有點期望 但一實際時間 先說一下這個感覺吧 我的感覺呢 我們都駕駛過它的同級對手 GTI i30N Focuse ST E265p 400Nm 也不是我想像中 那麼猛狂到的力量 好像未夠結實 可能是D-tune了 但它的喉聲是好的 我覺得可以快一點 當然我覺得是波箱的問題 始終它不是用Markage波箱 用Steptronic波箱 怎麼都會有少許影響 你覺得呢 我覺得波箱問題是 這個波箱比較油 對 不夠激情 對 不夠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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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拳三拳 它是綿綿不絕 一浪接一浪 上去沒有種衝擊感 很多駕駛這種車的人 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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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的底盤是軟性的力度 是很合乎TI的特性 是用來玩的車 是很符合寶馬 玩操控感 操控感給你 我覺得符合它的定位 當你嫌那些118的力量又不夠 135 四驅太多 價錢又太多的時候 128Ti便適合你了 雖則這車就叫做家庭取向的車 也要說說它的性能 有甚麼性能呢 用甚麼計劃呢 它是用1.5直3T引擎的 馬力呢 馬力是136匹 扭力是230Nm 波箱方面呢 波箱方面是用了7速雙離合器 Steptronic 考慮不到 聽起來就像之前上一代一樣 但廠強調這個1.5三缸 有調整過 改良過 優化過 主要在油耗方面 性能加速反應方面 聲稱會較快 我現在駕駛了一段路 我感覺力量都還行 你稍微等待 但爬頭起步 剛好很足夠 上車後 如果有撥片便會較好 我亦有問過可否選擇 選擇撥片 它的答案是甚麼呢 M Sport便有了 要加上M Sport Edition 要選擇M Sport Edition 才有機會有撥片給你 它不是一輛SUV 但視野來說也挺闊的 特別是因為今代 側鏡不是放棄H 而放近了 前面還有一個大透明玻璃窗 看起來也很闊的 對 這裡有一個小窗 盡量讓你看上去視野 感覺上女士們很喜歡這輛車的原因 就是看位很好 坐得夠高 因為始終它不是一個性能取向的車 你看到它的輪胎也不是太粗 205 基本入門 所以不至於令它太粗的輪胎 又會令它的起步反應較慢 我覺得整體各方面配合 作為入門家庭車 其次就是懸掛 你覺得這輛車是否適合 我覺得不算適合適合 真的也不錯 濾震效果當然不是很高階的車的濾震效果 但你說過路膊 凹凹凹凹的路 它消化得很快 而且進入急彎 你覺得車身擺幅比之前也提升了 即是值得一讚的 Samantha 又讓你駕駛了 你覺得感覺如何 我自己覺得駕駛上去的感覺很輕 不僅是輪胎也感覺輕 所以也頗輕鬆 其實我又覺得駕駛上去的感覺也頗爽 頗爽 對 感覺很爽快 當然是同一部Tesla不得比 你駕駛上去Tesla 又不至於你覺得為何這麼慢無反應 即是不是那樣 對 你希望彈球車容易駕輕鬆 我便貪心一點 究竟操控性的感覺有多少呢 作為家庭車 寶馬家庭車會否多一點點操控感 第一口力 我覺得 差一點了 地板油了 地板油這個感覺 我自己覺得 真是壞在香港只有218i 這件事要罵 只有一個版本 明明外國有很多版本 如果它有高性能少許的型號 就加入了48V微混能電池 相信在省油和動力操控方面 都會比218i好一點點 作為女士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部車呢 我自己也挺喜歡 因為作為女士又不是特別追求馬力 但空間容量又挺大 而且安全系統也挺好的 有過線提示警告 還有防撞 最重要的是自動泊車 相信很多女士們的陰謀 有自動泊車的功能 對 作為女士要輛車出入代步 接載小朋友 10.5排費又不貴 也是一個36萬多人錢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起碼不用等 電動車又要等 還要不斷加價 對 如果你說代步車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喜歡駕駛快車 可能它未必能滿足你 實用性搭舊 看你買哪些更多 我會選擇高性能版本 有得選擇的話 最少香港沒得選擇 這個真的要罵 兩部車都說了各自的優點缺點 看看大家有40萬預算的你 你會選哪部吧 對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你想選哪部吧 記得按訂閱CRS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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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條片是否很好看呢 是我們的團隊很用心製作的 如果你想支持我們的話 YouTube最近多了一個Superfans功能 在like旁邊有個心心 按進去可以選擇支持我們的金額 再按照指示便完成了 你們的小小支持可以令到我們走得更遠 拍更得好的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